这个呢,倒了这几个灯 这是5inch的,那个邮逼地来 准备装在那个roof top上面 这是roof top来 OK 它这个灯呢,它这个bracket是垂直的 这样装的,所以装在roof rocket上的话 那个灯会太高 我想把这个两个转过来 它这个有几个可以拆掉了 可以转90度应该 转90度了之后 我再用个bracket 这样按在roof top上面 那这样这个灯就会低一点 低一点我觉得会好看一点 要不的话太高,直接装在roof rocket上面 现在就是等于 先把这几个拆了 我看看这个能不能转过来一下 来试一试 OK 现在就等于转成这个90度了 这样的话 应该可以这样装 哇,这个好重 不知道能够厚得住吗 这个头好重 后面呢 又用了两个那个tail roof tail lights 也用了两个 是这种embring lights 也是这里,有那个bracket 然后也是装在这个 这个下面手 这里就是装在那个roof rack 这里,是这样 这个呢 已经是装好了一个 这里一个扣 装好进去 螺丝正好拧在这下面 所以这样的灯呢 看上去不是很高 如果 那个灯如果本来是这样装的话 我觉得太高 那个分子太大 这个上面 稍微下面一点 所以这样的安装方法 用一个bracket 这样下来 我觉得要直接 直的 如果直接插在这个孔上 我觉得要好很多 这个太高了 要封阻太高 OK 现在装了五个灯 装了五个 我觉得五个 现在这个看上去正好 然后后面 也装了那个tailgate 这里装了两个灯 就是后面不用开开的时候 晚上 这里后面也会很亮 可以烧饭 什么的 然后这个bracket 就是这样的 这里有一个bracket 然后这个也已经 按了 灯根本就不动了 bracket 然后这里连上 OK 现在就是线还没接 接下来要接线 OK 线呢 我们基本上就这样 用那个gauge 16的 头上的两个灯 就直接连上去 就用这个connect 就直接连上去 然后再shink一下 就是把它那个防潮一下 然后当中呢 另外四个线呢 就并连到这个线上 就用这个t-tape 叫做把这个拉开来 t-tape connect 它上去之后 线直接上去 然后把胶部包一下 先这样连连看 然后最后 对啊 就差不多了 OK 我们现在先动 转开 选择 另一个 还不要 这边 选择 也不要 人 还不狂 你 就 好 看 在 基本上就这样接好了 这里是那个weatherproof 等会再逊开一下把这个tube 逊开一下之后就weatherproof 这个应该也可以 这个线本来就是掐着的 所以应该是可以稍微拿脚步放一放 然后把放在这个下面 这个铁板下面藏起来 应该可以的 然后主要是把线把线怎么拍下去 踩到那个AXBIN的AXBIN 就这样就可以了 哇一干活你看下雨了 干了一半下雨了 啊今天只能射工了 然后上面那个灯还是不错的 很亮很亮 可以到的田园 后面也可以照了很远 哈哈哈 晚上后次见 我后面怎么亮 我晚上开车的话 后面有没有能跟着 有东西跟着就看得见 把这灯关了 一点都看不见 现在把这个灯开了 后面的灯开着 哇 你看后面 差好多 这怎么办 我会想着呢 也是 这个灯关了 我会想着这灯关了 你不过 你不过 我过来 有点灯关了 你不过 我刚才可以 我好 那我强下来 那我 我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